Covidp 杜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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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早 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我們蔡英文全國競選總部 今天要來對外開放 那我想 我們這一次的全國競選總部選在西北市 這個是全國的一個首創 以前的不管各方的候選人的競選總部 會放在台北 那這一次呢 我們之所以把它放在西北 有它特別的意義 我們蔡英文主席第一次的參選 新北市獲得了一百多萬鄉親的情感鼎勵的支持 那所以呢 我們蔡主席有感於鄉親對她這麼的一個支持 她也特地把她自己的不僅牽到永和 也可以說新北市是我們蔡主席的新故鄉 那今天我們要來跟各位來介紹我們今天的競選總部 那我首先呢 來介紹我左邊這兩位 這也是這一次 也是這一次 我們的競選總部 全國競選總部 兩位建築師來負責他們的設計 包括他們的一個創業 在我左邊的是熊伊伊熊建築師 另外左邊這位是我們林榮汝林建築師 那我們現在呢 是不是呢 我們就到 我們整個競選辦公室裡面 有兩位建築師來為大家來導覽 謝謝大家 謝謝 來我現在就把麥克風交給我們的熊建築師 熊建築師 熊建築師就是我們客家簽名 開肯的時候來到一個地方 在還沒開始耕種之前 開始他們就會先找一棵 台灣本土的樹種來做一個代表 那麼他們種下了樹的代表 他們對於這個地方的祈願 希望這棵樹能夠如土地供應般的 能夠保佑這塊地能夠有很好的耕作 他們的基礎樹能夠安居樂樂園 那麼我們就放了這棵台灣樹 來代表我們新田中的國公樹 那麼希望能夠守護所有支持者 以及關心這次選集的朋友們 心裡頭對於台灣的一個情念跟想望 然後大家繼續往下走 然後大家出去往下走 在有光榜的一個位置 我們從小英客廳喔 往右邊這邊走過來 主要是用來接待我們的小英修 各位是客家貨員會等所有支持的朋友們 有一個可以入座 我想各位也很關心說我們的材質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電視牆 這個電視是借來的 所以看起來好像很氣派 但是這個旋環馬上都要去圓舞做一個歸環 那我們整個設計裡面其實都是用最便宜的一個建材 剛剛大家所看到的馬桶 其實也是我們的支持者捐的 剛剛大家看到總統候選人小英的桌子後面 有一個好像玉山那個石頭 那個也是熱情的支持者所捐的 有些人用一滴燈嗎 這些根據是我們去租的 是我們去租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用最簡單 最便宜的一個花費 像我們一些家具 這裡全部都是租來的 我們集合了所有的社會上支持民主進步黨的財產 我們要來打這場選戰 那我們所看到一樓跟二樓大家看到了 二樓好像比較大的一點 我們一樓的使用的面積就有200坪 那我們二樓的使用面積呢 要接近300坪 因為上面是一個辦公的一個地方 所以今天我們就這樣子非常隆重 然後開開心心的把我們全國競選總部來介紹給大家 謝謝大家 不曉得大家還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疑問 講到租金啊 其實跟馬總統西出同盟的宋楚瑜先生都已經感受到有一點那種不太尋常的一個氣氛啊 所以我們為了不要讓我們的支持者啊 那心裡頭有任何的壓力啊 這個部分啊 我們就不方便來跟大家透露啦 民主進步黨這一次是用最便宜的一個 最經濟最便宜 很少盡量用最少的預算來打這場選戰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整個 這麼樣一個簡單的一個設計啊 但是又充滿了創意 就知道說 租金不會太貴啊 裝潢會啊 裝潢會啊我跟大家介紹過啦 你像這個最便宜的建材 然後電視是出來的 借來的 電燈是租來的 馬桶是捐的 很便宜啦 很便宜 很便宜啦 競選總統好選人揣穩 競選副總統蘇家船 在處全國競選中央 競選可以一切順勢 可以高票來動選 新兵急急助力 來拜託 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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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五 來 箱收起來 好 站在那邊 兩道報告 好 請 來 兩道報告 可以 總共有學選人 蔡英文 副總統有學選人 全國 共選中國 你叫我們台北七 共選中部在這裡 共同生意 這個待避的人質 看這個人質 就知道蔡英文已經是動手 所以我們今天拜拜 我們跟大家來歡呼一下 來 蔡英文 爆炸 蔡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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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選 感谢观看